大树底下好成梁 吴宗憲儿子陆西派接二连三做求事 现在又东山再起了 25岁的陆西派是吴宗憲唯一的儿子 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呵护 每次闹事都不去收拾烂摊子的人 陆西派于2018年声称要炸掉政府大楼 被检方起诉 2021年当杰西大麻被抓 罚款10万台币 急缓起诉处分一年 失业尽毁 吴宗憲的老脸丢尽 台面说狠话 台下却不断给儿子拉资源 他近日在节目中表示 早就做好财产规划 大部分卷出 其余的评分给三个女儿 至于儿子陆西派 吴宗憲调侃 让他去做DNA再看看 言外之意是在说儿子的品行不像他 被老爹爹之后 陆西派在2月3日接受采访卖产 自爆上一次西市大麻后的落魄下场 陆西派称 这三年的心境变化非常大 不只是被断掉经济来源 也完全没有任何工作 为了生存决定把自己打掉重练 重新检视自己的交友圈 犯了错跌倒才找到真正的自己 以前是年少轻狂 现在才看清楚 真该高兴老天爷 陆西派承认以前有爸爸可以靠 出事后变成什么事都要靠自己 有一年时间三餐不计 甚至还不起银行的两万千债 每个月只能缴到最低的额度 穷到没钱吃饭 还要到处找工作 笑称自己很会挨饿 想办法找东西吃 常去大姐无山儒的饭店蹭饭 饿了一年的陆西派 后来接到综艺节目的资源 才有稳定收入 笑着说在录影的地方有盒饭吃 所以现在不用烦恼吃饭的事情 相信所谓的综艺资源 根本就是吴宗宪提供的 而且吴宗宪还点名让儿子接班 去管理牛肉面店 陆西派则非常诚恳表示 现在不是玩裤子弟了 要凭自己的实力白手起家 另外 每次发新专辑就出事的陆西派 最近又要发布新专辑 而上一次发布新专辑前夕 陆西派在街上吸大麻被捕 导致数百万投资打水漂